在花蓮市徽蘭人文館展期一年的 蕭斯中的齊萊平原古居若展 展覽內容包括16、17世紀 考古文物、古地圖 舊有文獻及歷史老照片 其中1878年加里丸戰役 萨吉拉雅族及馬蘭族 逃難路線圖也清楚呈現 红線的部分這個是加馬蘭的 這是加馬蘭的 那個藍色的部分的話是 萨吉拉雅旅 因為你看那個就是從加馬蘭 傳說他們之後最南邊 是在最北邊這邊一個丹馬蘭 另外往東邊的話會到新社那邊 甚至就是度過了那一個 區關西之後會到現在張遠附近那邊 那邊也還有格馬蘭的聚落這樣 齊萊指的就是萨吉拉雅族 長期其住地 以住民萨吉拉雅為地名 也就是現在的花蓮市 但萨吉拉雅族人認為 展示板中的地名跟內容資訊 出現錯誤 南是吉拉雅族 第三區 吉拉雅族一北 是加一至到六市 所以呢 不只五色 我們一共一共差不多十色 吉巴雅旦是美容工業區嘛 對它這邊寫沒有錯 可是這個字就不對啦 吉巴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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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巴雅應該就是吉巴雅 齊萊平原原本是華蓮市傳統地名 靠著代代口傳歷史 將這些傳統土地名稱 跟千禧歷程傳承下來 所以來看這一場展覽 柵吉拉雅族的部落長者 都能對應到口傳歷史 希望將族群史觀正確表達出來 吉巴雅 馬雅華蓮市採訪報導